OK,休息几分钟之后呢,我们来继续回来来看一下 调节变量是如何使用的 刚才呢,讲了一些解淡的概念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实例,看一下如何去使用 这个例子的框架呢,我就写在这个表格里边了 因为这个,我这个板树里边这个位置太小了 所以我直接打开表格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里边有这个全局变量Buffer,它是一个结构体 在这个结构体里边,定义那个宿主去做化产品的 这个宿主的地方是非常小的 因为生产空间嘛,它肯定是有限的,但是生产产品的总值呢,肯定是非常大的 那么有限的空间怎么来放那么多的产品呢? 你可以一直写 写着写着呢,就会有程序去读,对吧?消费者要读呢 他把前面的读完了以后,你转过来一圈以后 就可以继续去写前面的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就被读过了,你就可以覆盖 那么如果这个位置没有被读过以后呢,你是不能覆盖的 只能等在那儿了 等待别人读完以后,你才可以转回来再去写 当然在读写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两个变量 一个是ready processing,一个ready processing 去记录读写的位置 防止呢,你写的时候呢,一圈转回来以后 又把这个数据给覆盖了 当然读也是一样的,读的太快了 没有数据呢,那读出的是废话 所以通过这个位置 来控制一下,到底什么时候该读 什么时候该写 然后有个护士量去保护这个工晓区域 然后接下来是两个调节变量 这里面有两个条件,一个是非空 你在读的时候肯定是要求非空的 然后还有个调节变量是非满 你在写的时候肯定是要求非满的 接下来来看这几个几个函数 第一个是初始化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那么调节变量和护士量使用之前 必须要进行初始化 还有我们这个程序呢,有一个 位置需要记录的 那么初始化之后呢,位置肯定是归零的 从零开始 然后这有个结束函数非内式 结束之后呢,我们需要叫护士量 调节变量,这些通通的去销毁掉 接下来是一个写操作的put 如果你发现空间非满的话 就写一个数据进去 然后呢,叫位置加1 当然你需要怕位置 如果超过了你的重组空间的话 这个位置会归零的 能归零肯定会归零 不能归零只能继续等待了 对吧 那你写过之后呢 你要通知其他现成有数据 已经非空了 这个时候可能 读操作呢,需要你这个通知的 第二个get 那么这是一个读操作了 如果发现空间非空 你就可以读数据 读完以后呢,位置往前推一下 满了之后呢,可以绕一圈回来 继续读 读完之后呢,你会发出一个信号 通知现成的数据已经读出 那么这时候就满足一个条件非满了 接下来是一个生产者 生产者每隔一秒去调用一个put 按数给大家写个数据 如果写个30个就停止 然后是消费者 每隔两秒去调用一下get凯数 去取数据 取完以后呢,就停止 每凯数不用多说了 当然是先调出数据凯数 然后呢,去调用p算的钢盔 创造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 接下来是调用p算的赚凯数 等待生产者和消费者完成任务 最后呢,用组凯数 负责将这些东西去销毁 这个框架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仔细端详一下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实际上去写下程序了 来打开我的操作系统 文件打开了我的操作系统 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这个程序呢,我先写了一小部分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那么首先呢,头文件包含了 然后有两个红定义 第一个红定义BuffSight 是一个库存的大小 你说这个库存只能放五个产品 第二个呢,红定义呢 是一个生产总数 我总共生产30个就行了 这样的话程序马上就会结束的 然后这个结构体 我已经定义好了 BuffSight 存放30个生产产品的值 最后有个锁 然后两个位置 一个读一个写 然后两个调节别量 非空非满 然后初始化还是我们写好了 因为这些操作呢,比较简单啊 我提前写好了就 有一个护士量的初始化 当然属性我们都用空的 然后调节别量是两个初始化 然后位置初始化肯定是在零的 不管你读和写 初始位置肯定都是零 从零开始的 然后结束的时候 finit时 我需要将这个 护士量 调节别量 都销毁 总共有三个销毁函数 然后把位置都归零了 然后呢 这个put 函数我还没写呢 因为它是要用到一个调节别量 我待会带着大约去写 gad 函数我也没写 然后生产者 那个子先程我也写了 它是一个用一个放循环 每隔一秒呢 去调用一下put 函数 去生产一个数据 放到那个结构体的buffer里边 然后消费者 也是 每隔两秒去调用一个get函数 去获取一个数据 这样的话 生产者就可以覆盖你以前的位置了 然后获取 满足三十个以后呢 我就退除了 接下来是组函数 定义了两个变量 然后要初始化一个buffer 然后创业创造两个 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 然后简洁的招函数 去等待他们 最后结束的时候 不要忘了调finish 函数去销毁 护持量 调节别量等等 那么整个这个流程是非常清晰的 创造出生产的消费者以后呢 把生产者每隔一秒去产生一个数据 然后消费者每隔两秒呢 去取出一个数据 那么接下来 主要问题就呈现在这个put 还有get生产数据取出数据 是怎么生产数据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生产 当然生产数据的第一步 当然是你要独占仓库了 所以要加锁对吧 我用pcad nutex 加锁一个护持量 lock 然后传参 这个护持量是谁呢 是在这个结构体里边 lock 然后它是通过这个参数传进来的 所以呢我这个生产者的锁 应该是plock 锁住以后 你就要进行调节判断 你作为一个生产者 当然是要求这个仓库飞满的时候 你才能去生产 所以我要看待仓库飞满 那么仓库什么时候是个飞满的状态呢 我把这个状态给解化了 其实不是很很对啊 我的这个飞满状态就是 如果生产者生产到最后一个 发现他在加一的话和读操作重复了 那我就认为他已经满了 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是不生产的 即使你转一圈活了以后 你不是读到第三个了 你生产到第二个 我就不生产了 把第二个控下来 这是什么呢 为了方便程序的判断呢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满呢 是什么操作呢 就是生产者已经生产到他读的位置了 这是一个满的状态对吧 但是由于初始化第一次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满的状态 是一个特殊的 因为第一次呢 读和写都是0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不是一个满的状态 而是一个空的状态 再往后如果写的位置追上了读 那么就是一个满的状态 我为了这个程序好写对吧 所以我就稍微做了一下改变 假如他加一就已经追上了这个读 那我就认为他已经满了 所以呢 这件理由我就要判断一下 如果P就是WritePresor 加一 我用和这个BufferSide取决 这时候如果他等于WritePresor 这个时候我就认为他已经满了 这个就是再有一个 他就追上了这个消费者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认为他满了 首先呢 打印一句 停一句 Prinifor WritePredact吧 因为生产者是要等待飞满的状态 那么接下来就是调节等待了 批算了 放Condition Write 这里我就不用时间了 简单一点用Write 一个是调节变料 P Not Full 等待一个飞满的状态 然后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护取料 lock 如果他飞满呢 那么就到了下面这个状态 下面我们就可以去写了对吧 P Buffer 数据都保存在Buffer里边 那位置呢 是写的 写的这个WritePredact 它等于 等于Data 这个写的数据是从外边传进来的 因为生产者要调用put 所以把Data都传进来 写完之后 我需要应该让WritePredact 加1 加加对吧 但是这个位置光加加还不对 因为我这里边只有五个位置 如果它超出了的话 那就是需要去归零 从零位置继续加加 所以这里边需要做一下划断 EP WritePredact 超出了BufferSize 这个时候你需要归零 WritePredact 等于零 当你生产者生产完以后呢 你就应该要发送一个信号了 PSWIDE Condition Signup 发送一个什么信号呢 应该是一个非空信号 对吧 你放入东西了 当然现在是非空的 你要通知读现成去读了 NOT NOT AMP 当然最后别忘了解锁 提出来的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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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Pood操作就完成了 先是判断 只要它满足 插一个还飞满的这个状态 那我们就去给它写 然后发送一个非空的信号 接下来就是读了 来看读操作 首先我给它定一个变量 因为我读取出一个数据呢 消息需要返回的 接下来就是锁住了 加锁 P-SID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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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意见的 如果你读追上了写 那么肯定是已经读完了对吧 先打一句提示一句 这个是消费者 consumer wait for not empty 他要等待一个非空的状态 然后就是条件等待了 pcd formation wait dx的条件 p not empt 他要等待一个非空的条件 同时配合着这个 防护质量 lock 如果他满足条件的话 就不用等待了 就可以进行读操作了 读data 把他的数据复给data就行了 p buffer 读的是哪呢 是一个位置对吧 位置在readpresent readpresent ok 读完以后 那么这个位置呢 就需要做一下改变了 读过之后位置就要加加了 同样 对位置需要做一下判断 如果读的位置也超过了buff size 那么就一圈完了 归零了 就 等于0 readpresent 等于0 ok 读完之后需要发送一个信号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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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想一下 p readpresent 再往后 这个 readpresent 写的有点快就错了 这个是s 然后再往下看看哪还有错 嗯 18号还找不到呢 给你一下再说吧 78号 看看哪错了 给你封号 再逼一下 再逼一下 第八是好还有错 第八是好 ok 这个地方是取离值 这回没有错了 我们来执行一下实在的present 看看效果有没有错到底 我们看它有没有停动的地方啊 哎 出了一个present present present 我让它暂停一下吧 我们来看看这个程序执行的效果 放低一个数据 然后我就想来取数据 取数据成功了 然后放第二个数据 放第三个 哎 这个取数据怎么每次都是零呢 还有一点错误 再来改一下 取数据不应该每次是零的 我忘了把这个数据给返回了 再看这一刻 最后看看有没有错 哎 最后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put第一个产品 然后get第一个产品出来 put第二个 put第三个 put第四个 put第五个 get第三个 好 我让它停一下先 然后put get第四个 put第八个 put第九个 看put第九个的时候 失败了 present wait for not for put第九个时候失败 看它取到取到第九个 取到第四个了 然后put第九个失败了 然后取到第八个的时候 相差五个 相差五个 这个正好啊 正好就是我们满足的那个条件 相差五个 再往后看 等一下在第六个 然后put第十一个 就失败了 然后取到第六个 然后取到第六个的时候 第十一个 放不进去了 它是要取到第七个 才能放到第十一个 每次都差五 我们看一下 取第七个 然后put第十二个 就失败了 然后取到第八个时候 put第十二个才会成功 OK 整体呢 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啊 这个条件变量呢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产等 和消费者这个问题呢 所以这个例子 可能有点麻烦 需要大家细细的去读一下 为了方便大家去理解呢 我作业也是一个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而我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 大家通过程序可以看到 只有一个 那么我们的作业 把它变成多个生产者 和多个消费者 只要把这个程序做出来 我相信大家对 条件变量应该就了解的差不多了 好的 关于现场的同步呢 整个就讲完了 首先呢 现场的同步是 为了访问这个 共享内程的时候 要保证看到一定的 效果 那么视图都一致了 所以我们要用护士量 或者读写锁去枷锁 那么护士量和读写锁有区别 读写锁主要用在读状态 更多的情况下 因为多个现场可以 可以同时拥有读锁的 最后呢 在实际进用中呢 往往是配合条件变量 来使用这个护士量的 因为你获得护士量 也不一定能完成自己操作 还有很多条件需要满足 好 整个现场的同步 总结一下就这么段 有维ird点 好的 等一下